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几出窗子了 再检查一下 务必耗食啊 还有前面那些石头 给清点 有点车过去 好 辛苦了 放心吧 进去 舅哥 保险弄好 务必小心落石啊 小心落石 小心落石 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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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饭吧 大伙儿中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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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育娘子来形阳了 回大人的话 是 已经盘下了产业 准备开张了 不过听说 她眼下是全国最有钱的人 恐怕 能把整个形阳城 都买下来啊 何止啊 富克敌国知道什么意思吗 依她的实力 买下五百座形阳城 都不在话下 可是这么有钱的大商人 怎么会到咱们这种 穷乡僻壤的地方 开分号呢 这 兴许是因为黄河大坝快要竣工了 竣工之后没了水患之忧 咱们这儿 没准也就不是穷乡僻壤了呢 大人说得是啊 说到大坝 都水间顾酒司的数字文书里说 大坝能提早竣工 就是这个月月底的事 沈默宽 我上次去看不还早着呢吗 回大人 大人上次视察 还是去年的事了 这个顾酒司啊 整日吃住都在工地上 与那些和工们混在一起 日夜赶工 说是要赶在今年汛区之前竣工 让行阳城的百姓们 少受一年的水患之苦 这个顾酒司啊 还真是有几把刷子啊 几十年都没人修成的黄河大坝 他来了三年 居然快修成了 修好了黄河 这可是扬名天下的功劳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